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6號 我們在兩天前有介紹咖啡木杜爾給大家認識 今天我身後的櫻花 因為我大概有三個月沒有噴黑將菌或白將菌 結果前面的梅花跟後面的櫻花樹都中標了 我現在將距離拉近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我身後的櫻花樹鑄蟲的狀況 各位我們現在眼前看到人家在流鼻涕 不是這不是鼻涕 這是流膠 它為什麼會流膠呢 看一下這邊有一個洞 這個就是被如果沒意外沒有意外 我猜它是咖啡木杜爾造成的 它在那邊鑄個洞造成它流膠 這上面其實在這裡也有一個鑄洞的痕跡 如果我猜不做這裡面這可能一節有咖啡木杜爾的存在 我們拿剪刀的來剪看看 其實像這個樹枝呢 如果你如果很明顯看到洞 你如果不想剪的話 你可以考慮把藥從這裡打進去 剛剛這一段呢 把蟲直接毒死掉 我說過我已經很久沒有用劇毒農藥 或者是黑將菌或白將菌 我們從上面先剪 所以就中標了 我拆這邊看看 這上半段的樹枝 都已經乾掉了 再剪下半段 通常我們像這樣檢查對不對 有上下兩孔 給大家看一下 有上下兩孔 通常咖啡木杜爾會出現在哪裡呢 下面這孔到上面這孔之間 像下面這一孔 這邊我目前看過去 這邊沒有繼續往下注的痕跡 它都大概估計在這兩個洞的位置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再來檢查看看 給各位看一下 這我們剪下來的樹枝 上面都已經枯死了 這是咖啡木杜爾搞的鬼 那這邊呢 感覺好像蟲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裡 好像在這裡 被我剪斷掉了 蟲在這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 這個剛剛是這樣接的 這樣接的 它不會出現在最下面 它會往上找 我們現在呢 因為 我們已經找到它在哪裡了 大概在這邊 剛才好像被我剪死掉了 好 從跑出來在這邊 我們把距離再拉近一點 再拍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了 這個就是咖啡木杜爾 有沒有咖啡色 比我們在兩天前拍的顏色更深了 更像咖啡色 就是咖啡木杜爾 這是傳說中的蛀蟲 我們在平地 台灣平地 最常看到的蛀蟲 就是它 很討厭 有沒有 因為 被它搞一隻搞一隻呢 一整顆樹枝呢 就被它弄到枯掉 多來幾隻呢 你整顆樹枝你就完蛋了 所以呢 各位 你如果像要預防這個咖啡木杜爾 你要有些預防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白將軍或黑將軍 然後定期噴灑 那如果你要用有毒的方式呢 你去找那個 加寶芙 去找那個聚毒農藥 顆粒的聚毒農藥呢 撒在 我是建議用 用水管 放在水管 埋一個水管下去 埋起來呢 然後放一個拳頭的量呢 然後呢 如果像我的樹那麼大顆呢 大概要放三個位置 過兩個位置呢 然後呢 放下去 大概可以維持一整年 那個毒性 大概維持一整年 那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呢 未來各位如果想要預防呢 可以參考以上前面講的方式呢 今天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 帶來